大陆央视有民众检举 北京市面鸭血九成 都是含有猪血的假鸭血 这是鸭血是吧 猪血啊 应该没有鸭血是吗 鸭血全是假的都不行 路边麻辣烫老板 执着鸭血根本没这么多 市面上猪血价格 一斤约一两块钱人民币 鸭血价格则是一斤四五元 价差两到五倍 企业疑似为降低成本 使用低价猪血充当鸭血用 不只是大陆知名的连锁麻辣锅小肥羊 其中还有一家台商开的小火锅 瞎不瞎不 你觉得鸭血不是别的鸭血缠的吗 不可能 从哪进来鸭血 送去检验发现 餐厅出来的鸭血都有猪原性成分 而这间台商火锅店名称 因为和台湾新叶旗下餐厅一样 一度被误传 后来证实无关 一个是防腐 第二个是增加这个鸭血的外观 甲醛本身是一种 世界卫生组织工人的一种 强制来的物质 这也是一种高毒性的物质 而大陆直检单位调查一出 充斥在市面上的鸭血问题很大 为了健康还是少实用为妙 记者综合报道